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六月二十二号礼拜三 我们今天新眼光的读经进度 来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九节 我要带大家用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 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从前因为你们有罪信 又是没有法律的外邦人 你们在灵性上是死的 但是上帝使你们跟基督一同 再活过来 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取消了那对我们不利 法律上束缚我们的罪在记录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毁掉了 在十字架上 基督亲自解除了 那些灵界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 把他们当作凯旋行行列宗的俘虏 公开示众 所以不要让人在你们的饮食 节旗月宿或安息日 这些问题上用条例束缚你们 这一切不过是将来之事的隐儿 基督才是实体 不要让那些坚持有特殊远见 故作谦虚 崇拜天使的人 使你们丧失了得奖的机会 他们随着人的幻想无故狂妄自大 跟元首基督断了联系 其实只有从身体的头 基督整个身体才能够得到滋养 借着关节经络互相连结 按照上帝的旨意逐渐生长 好的 今天这一段经文 原则上它是接续昨天 六到十二节这段经文 保罗他勉励哥罗西教会的信徒 要他们防备错谬的诺斯底主义 同时也劝他们不要被 犹太教的律法主义所束缚 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 他面对的就是这两种 混合邪说的异端 其实我们想想看 我们现代的基督徒 也常常会面对到许多的异端 最明显对于教会来说 这几年来最明显的异端 无非就是东方闪电 东方闪电他们用女先知 来取代了耶稣基督 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道神肉身 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 所以东方闪电常常会对教会 造成很大的影响 他们透过那种非常密集式的关怀 把我们一些信仰根基 比较不稳固的基督徒 把它拉过去了 另外在我们的社会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很多的那些的邪作 比如说占心术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玩蝶仙 或者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看星座 比如说你是什么星座 你大概就是怎样个性的人 其实他应该说 这个是一种大数据 一种统计学的结果 不见然 不见然是绝对的事情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要如何才能够 不会被这些异端邪说所迷惑呢 甚至不会被他们捆绑 不会被他们束缚呢 今天所读的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他说从前 你们因为你们有罪性 是没有办法 没有法律的外邦人 你们在灵性上是死的 但是上帝使你们跟基督 一同再活过来 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所以第十三节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上帝使我们跟基督耶稣 一同再活过来 我们有没有从死里 再活过来的经验吗 有没有 有很少数很少数的基督徒 曾经有那种 曾经死过再活过来的经验 后来他们都成为 很激励人心的见证 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 我们都没有 说已经死了 又再活过来的经历 但是对我们来说 所谓的跟基督一同再活过来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的生命陷入谷底 陷入到极大的绝望 陷入到一个很大的病痛 灾病当中的时候 我们得到拯救 得到医治 得到帮助 困难的问题 得到解决 这个就是我们经历到 跟耶稣一同再活过来的那种感觉 弟兄姐妹 只有真正经历到真正的死 才能够经历到真正的活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有曾经经历到极大的痛苦 极大的病痛 极大的重担 极大的绝望当中 我们才能够体会到 什么叫做真正的活 那种被拯救 那种得医治 那种得到上帝亲自帮助的那种见证 这个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再活过来 这段圣经说 我们原本是一个活在罪恶当中的人 我们活在罪恶当中 我们没有目标 我们没有盼望 而且因为我们活在罪恶当中 我们常常就会一直活在伤害的里面 因为罪恶会伤害我们 罪恶也会让我们去伤害别人 使我们与人之间 一直活在互相伤害当中 但是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他说 上帝借着耶稣基督 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上帝如何借着耶稣基督 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呢 他如何把我们的过犯赦免呢 这一段圣经很清楚说 他把我们的罪跟耶稣基督 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要把罪 我们的罪跟主耶稣基督 一同钉在十字架上 你知道钉十字架是一个 很痛苦的一个感受 那种手的钉 手掌被钉进去 挂在木头上面 整个身体的重量 都被这两个手掌的那种钉 钉痕撑住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所以跟耶稣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罪我要下定决心 我不要再犯同样的罪了 而且我不要继续再活在罪中 因为每犯一次罪 就是把自己 就是要把自己的罪 再次跟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 那么痛苦 所以不要再犯继续 继续再犯同样的罪了 我们不要继续活在罪恶当中 我们要下定决心 那么接下来 他也说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 第十九节说 我们与耶稣基督要一同复活 我们要如何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呢 第十九节说 只有从身体的头基督 整个身体才能够得到滋养 借着关节经络互相连结 按照上帝的旨意逐渐生长 所以我们要如何与耶稣一同复活 就是我们要跟耶稣好好连结在一起 要跟耶稣基督好好连结在一起 他说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得到滋养 互相连结 经络互相连结 然后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成长 所以请大家注意 他说我们的身体得到滋养互相连结 这个不是一个人的概念 而是一个群体的概念 我们基督徒所过的生活 是一种群体的教会生活 所以这不再是我们个人的灵命成长而已 而是指整个教会 我们教会要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 一个教会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 我们就必须好好追求属灵 属灵的功课 属灵上面要好好来追求 然后我们要互相激励 让我们所追求的属灵知识 能够化为我们实际信仰的实践 并且也透过我们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 彼此的关怀 我们一起来互相激励 使我们的身体能够不断地 来按着上帝的旨意来成长 其实对一个教会来说 属灵领袖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很重要的信仰的榜样 属灵领袖若做得好 其实上行下效 下面的人才会有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身为属灵领袖的人 我们一定要好好认真 在属灵的功课上 要好好认真可慕来追求 我们要有好的信仰的典范 信仰的实践来成为好的见证 我们也要好好来关怀我们的肢体 用爱心来关怀 同时也要请大家 为教会的属灵领袖来祷告 为牧师祷告 为小会员祷告 为所有的团系会长 小组长们来祷告 因为我们有弟兄姐妹的祷告 我们才有力量 每天跟主有紧密的连结 我们才有力量 把上帝的真理来实践出来 我们才有力量来关心羊群 是不是呢 求主来帮助我们 透过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 让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 让我们的老我跟耶稣基督 一同定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一起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 祂是我们的头 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一起来追求属灵的功课 一起来实践上帝的话语 一起来彼此关怀彼此激励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同来祷告 是的主谢谢你 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谨记在心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 成为我们的脚弦灯 路上的光 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 由你的话语来指引 我们就必定能够得胜 来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 来荣耀你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